他被选择六月十早是自己的生日 这是一个很 我自己洋洋得意的一个 一个不公开的秘密 我跟他们都说 心里给我一个亲笔的签名 我像粉丝一样跟每一个人要 然后我说写上日期 写上今年的六月十九号 我说那是我的开幕首日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是我的生日 我自己就默默地搜集了 五六十位好友的亲笔签名 在我的纪念册上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好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这要跟生日的时候要不也办一个展览 我要办一个 你几月 我十一月 那十一月你拍一个 可惜不是十九 我十六 不是 你让我有点点心动 可是后来发现 我像画得有点过于牵强 就是好像我规定我自己一定要画 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我其实原来本来兴趣 但是因为我的朋友开始收集我的 收集我的画以后 我就变成一个责任了 然后就觉得啊不行 我今天懒得画不但我画一半也不想画 好像变成一个公寨 我怕画不够 就怕画不好 是 就怕表达的不够 然后你就会思索一个题目 然后就会走入牛角尖 会这样 是 我想我还在瓶颈中了 他可能已经跳出来了 现在有小孙女会不会想说 有画过他吗 没有 因为 因为我儿子以前小时候 我就不让他们曝光 所以我也不会把他们曝光 因为我是野生的生饭 那我用的是莎什比亚的最有名的台词 叶尔王里的台词 真爱 真爱无产语 然后孤独或却孤独 其实它是一个 它的英文是 Tubio Nato 用它得到一些名感 那我就画一个女生 她这一生 其实我用这次画讲过 很多有一些字画的一些 画自己的生命故事 画我跟人 我的人际关系 所以 所以 她像是一个女生 她一生在追尽真爱 好像孤独 但是定不如 然后我画一只猫 是因为 我写了一些字 因为国画也怎么样写的字 我就写了一个小故事 我小时候 这只黑猫 她 她一直是陪伴我的 等我回家 然后陪我睡觉 就是我的初恋进来 所以 她一个女生在追尽真爱的这一生 第一个真爱是 她的宠物陪伴她 小时候 是 我的罗密欧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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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